到了2018年24條 亦都是非常多人詢問一條 三隻電腦一模一樣的 arrange 了 你看到這兩隻 INSERIUS 這隻自己單獨擺 The rated power of each resistor 12V 即是正常運作下 它就出到12V 這裡我先假設 它是要拿VV 就出12V 可以了 它就說 If no resistor exceeds rated power 即是代表 其實每一隻 resistor 它拿的voltage 都是會 小過V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拿的voltage 是大於V的話 其實你的power 一定會大於12 我們知道 power和voltage的equation P等於V 除了R 如果你V太大 其實你的P也會大 所以你大過我們的 Rated voltage V 你的power就會大於12V 那就不是 它現在這個題目的設定 因為它說 沒有一個resistor 可以超過12V OK 那我就問你 究竟這套東西 最多一齊的output power是多少呢 那我們這次試一試 這裡其實 很多同學都會想 三隻 它說 你有三隻 我們每人拿V 拿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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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就是36W 那我就說 你這樣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circuit 擺放上 這裡是擺一隻 這裡是擺兩隻 假設你要上面那隻拿V 即是代表你的電池 電壓是V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隻會分到V 但是下面那兩隻 其實就是V over 2 分不足這麼多 是不是 所以 你就會 不會出到12乘3 即每人都是12V 出不到這個 OK 喂 先 現在它想我找 maximum 的power 即是盡量大一點 那 不如下面那兩隻 每人拿V 這樣就行不行呢 這個搬開它 好了 我當現在 這兩個每人拿V 每人拿V 那就是12W 12W OK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每人拿V 的話 上面那隻拿的V 是兩個V 因為它自己單獨 開了一條狼 是不是 那就是說 這個東西的 vontage 是 大過 我們的rated voltage 所以這個case 基本上 是不成立的 可以不可以 因為上面那隻 爆了鍋 所以你原來最後的設定 只能夠是 右邊這一種 即是說 我們剛剛 剛才做的那款 就是上面那隻拿V 下面那隻 每人就拿一本 所以上面那隻 就是 output 12W 下面那兩隻 每人拿多少 或者 V一半 V一半 或者一半 6 那你就傻了 因為 V和 power 基本上 就不是正比 V和 power 其實我剛才寫了一條 equation 是有個Square Relation 即是說 如果你的V 的V 變成二分一 其實它有個Square Factor 所以 你最後的power 原來只有四分一 對不對 所以最後 你這邊的power 是十二的四分一 十二的四分一 三Watts 右邊那隻對稱 當然一樣 最後 total power of circuit 十二加三 加三 即十二加六 十八Watts 這條是變 行不行 那我們這條 講到這裏